南投縣內有一萬兩千多個外籍移工宿舍大都設置在住宅區 外籍移工經常有脫序行為影響居民生活 縣議員張維華呼籲縣補 應積極設置管理辦法保障居民生活品質 外勞的民宿啊 這些一般啊 應該就是住宅區而已 住宅區 來當作外勞宿舍 這怎麼可以啊 這基本上它有一個外勞宿舍管理辦法 不是住在我們一般的住宅區 喝酒喝飯就吐嘛 吐就亂吐嘛 反正這也不是他國家 造成市區混亂啊 跟這些喔 我們台灣真的很需要外勞 不是不需要 可是在需要外勞的狀態下 我們需要保護我們自己本國的安全 人民的安全 這個更重要了 近年來輕艇滑船等水上運動盛行 縣議員蕭志全在定期會上建議獻撫 是否可以開放水里溪投射大牌等水域 讓觀光結合水上運動帶動地方產業發展 這幾年喔 我們包括奧運喔 對我們的划船 對 對蜻蜓豪民喔 都把納入的錦標賽裡面 所以說我 因為水上的活動喔 未來對我們南道館的發展喔 可以帶動我們地方的觀光人潮 包括我們像我們 水里溪或是說投射大牌 頂頂喔 這有關 比較多人的理由喔 可以結合我們地方的觀光 是我們可以來制定一個 我們的水上活動的自治條例 來做一個規範喔 茂羅西兩岸泥土淤積嚴重 縣議員曾正言呼籲縣府 因盡速整治暢通水流 避免大雨沉災 造成民眾生命的危害 這次電期會中 議員們針對縣府政策不足的地方 提出改善建言 希望縣府團隊能夠儘速規劃方案 落實政府照顧民眾的福利政策 記者陳建豪 盧雨凱 南投縣議會採訪報導